Hello大家好我是孙颖昊 众所周知我最近搬家了 今天 搬家太累了我再也不想搬家了 先从最基础的纸箱开始说起 纸箱的尺寸我建议大家选择 40x50x60的 搬家公司也很容易搬 然后男生女生就里面放的东西再多 它也可以搬得起来 其次就是那种编织袋 牛津编织袋 选那种大号一点的 是带形状的那种物体 大家就放在那个纸箱里面 编织袋的话就放一些衣服啊 床单这些东西 封纸箱的胶带的话 大家一定要记得买那种 6厘米宽的大胶带 一定要记得买那个封纸箱神器 特别好用特别方便 其次就是一些小的东西 泡沫垫 我当时买了这么大一整 就像这样把一个物体包住 然后它就不容易磕碰 记得要背着保鲜膜 假如说你厨房里有些瓶瓶罐罐 已经打开了的话 然后用那个保鲜膜 在那个盖子上缠两圈 它就不会撒不会漏 如果你鞋子不是特别多的话 我建议大家买那种一次性鞋套 如果鞋子多的话 我建议大家买那个热缩膜 鞋子又不会变形 然后也不会脏 关于收纳方面的话 就是你箱子收纳完一个东西之后 用马克笔写一个大类目 底下贴上你里面放了什么东西 你放一个东西你寄一个东西 箱子虽然长得一样 但上面的类目不同 一目了然特别清晰 今天的搬家好物分享就到这里了 现在搬来了仙家 我在慢慢规制我的仙家 所以说后面的话 可能会给大家出一些 关于我仙家 我是怎么去装饰它的 然后包括一些在家里 或者是平时日常用的一些好物分享 大家期待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